学生可选择穿黑鞋或白鞋 条件是黑鞋要配黑袜 白鞋配白袜 低收入群的考生可获优惠上网配套 本月6日起 低收入家庭的考生可获得特别数据配套 直到4月苗考试结束 国民教育储蓄基金计划扣税措施延长 8000令吉扣税措施将延长至2022年的税收评估年 电子钱包 18-20岁青年将获得100令吉奖励 无限次使用公共交通月票 小学一年级至中六学生以及残疾人士可以5令吉购买 推出关怀网络计划 低收入群每人获180令吉支付通讯及购买手机津贴